2011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七轮 杭州绿城队主场对阵北京国安队的比赛 现在呢随着郭宝龙的一声哨响 比赛已经开始了 毛建青直接打了 这像他的性格 杭州绿城还是把球控制下来 果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洪杜拉斯前锋拉米雷斯 来 机会 好球 机会 这应该 张欣欣 身体状态相当不错 张欣哲 好球 漂亮 领国来了 打门 这个球传球啊 好 汪松这一趟非常漂亮 精神 伤球的船中拉米雷斯 又是拉米雷斯 哇 他一个人已经完成了四次射门 看这个 进去旅选的机会 新建 对 这就是下半时股完队的第一次射门 张细哲和乔尔都没有完成射门 还没到时间 主台判也提前催了 推想结束事 主台判也不想再让双方的球员这么煎熬下去了 提前推想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事